首先來關心的是在台中的後裏 有一間土地公廟 凌晨時分發生了槍響事件 有一名男子因為不明原因 朝著正在廟前喝酒的男子開槍 隨即駕車逃逸 警方正在積極的追查當中 地板血氣斑斑 警方正在拍照搜證 因為這裡剛發生一起槍擊案 10號凌晨台中後裏三封路前的 一間土地公廟 因為神明過生日 五六個人聚在這裡喝酒聊天 一輛黑色冰室卻突然開過來 隨後一名男子下車 莫名其妙 舊潮正在喝酒的男子開槍 現場民眾說 不知道對方為何要開槍 范賢還留了電話 說有問題就找他 態度十分囂張 那個椅子那邊 我們在那邊喝酒 然後就要蹦一聲 覺得說那是槍聲 我就先過來 因為我看到一台車子 我說啊現在怎樣 那個榮先生就已經躺在地上 他的聲音滿大聲的 去醫院聽說是眼睛 男子開槍後隨即逃逸 警方目前正在全力查期中 詳細反案原因 還要再深入追查 台南市區的議員 謝財旺 他的服務處也是目前 議員候選謝舒凡的競選總部 在今天凌晨三點多中被槍擊 結果當時鐵門留下了 大約有30個彈口 嫌犯在開槍之後 便騎車離開了 目前警方正在積極的查期當中 詳細狀況呢 我們把時間交給記者 陳珊珊 好的主播從監視器畫面中可以看到一名男子騎乘機車到市議員的服務處前 突然停下車走向服務處 沒想到下一秒是持槍開始對服務處門口掃射 連開了好幾槍之後才趕快騎車離開 看起來是有備而來 行徑相當誇張 事情就發生在台南雪甲區 10號凌晨3點多 民眾報案市議員謝財旺的服務處 也是市議員候選人謝舒凡的競選總部 疑似聽見有鞭炮聲響 覺得很奇怪 遠景貨報到場之後 發現服務處旁的倉庫鐵門 有多處彈孔的痕跡約有30個 現場還留下彈殼 目前警方已經掌握特定的對象查期當中 而據了解謝財旺是無黨籍議員 女兒謝舒凡接棒參選下屆議員 獲得民進黨提名 謝財旺說不知道為什麼服務處會被開箱 而近期是有網路攻擊 她和女兒支持雪甲動保園區 以及發過年紅包等等 懷疑可能是跟政治因素有關係 不過詳細的事發原因 還有待進一步釐清 以上是目前來自台南的消息 先將盡頭交換棚內 桃園在昨天下午發生一起死亡車禍 有一名陳姓男子騎車去接9歲女兒放學 結果沒有想到遭到後方的貨車碰撞噴飛 女童當場死亡 陳姓男子送醫搶救之後也傷重不治 畫面當中可以看到的是 當時她載著女兒騎在紅色貨車的前面 打了方向燈切左 此時紅色的貨車疑似想要超車 結果雙方發生了碰撞 陳姓男子婦女連人帶車被撞到了分隔島 在現場血跡斑斑觸目驚心 根據了解62歲的她老年德女非常的寵愛 家屬在得知這個消息之後悲痛萬分 警方現在已經把肇事的駕駛帶回偵辦 初步排除酒駕 不過詳細的肇事原因還要進一步調查釐清 在台中則是發生了一起非常離奇的車禍 明明車體的損傷不嚴重 但是駕駛卻已經歐卡 疑似是因為在發生撞擊之前 她的身體就已經不舒服了 另外在台北還有一輛計程車違規大回轉 造成機車閃避不及直接撞了上去 一輛計程車本來停在外線車道 卻直接違規大回轉跨越雙黃線 後方一輛機車完全來不及閃 高速撞上計程車當場重傷倒地 手臂還被車輪連過 事本來台北中山10號凌晨2點多 這輛計程車趕著要排班 違規回轉和機車發生碰撞 騎士被撞擊後躺倒在地 一動也不動 口吐鮮血 整個口罩都被染紅了 她慢慢起身 眼神呆滯 似乎還沒反應過來 警察到場緊急將她送醫 急救後已經回復一事 暫時沒有生命危險 另外在台中則發生一起離奇車禍 一輛黑色轎車不明原因擦撞機車 衝進路旁草叢 警察到場轎車駕駛已經歐卡 而機車騎士只有腳步擦傷 沒有大礙 奇怪的是轎車只有右前輪受損 擋風玻璃碎裂 駕駛卻沒有呼吸心跳 懷疑是擦撞前就已經身體不適 照理說那應該是不會到翁腳的程度 翁腳 當時翁腳 所以應該是懷疑是身體 身體不舒服 就慢慢騙了 慢慢騙了 警交將駕駛送醫搶救 詳細數原因還有待警方調查理清 在台北市遊民七巡老翁他接到了假檢警的電話 表示說他涉及洗錢案要來監管他的帳戶 證明老翁誤信話術退休金全部被騙光了 好 根據了解詐騙集團是假冒檢警 指示老翁加入賴好友 匡稱他涉嫌洗錢案 必須要把提款卡存折還有現金交付監管 證明老翁聽從指示面交之後收到了未造的 台北地方法院的收據 事後老翁急需用錢 聯繫假檢警領到了8萬塊錢 因此老翁不宜有他 陸續被騙了290多萬 警方最後繽紛多路 到了北北基等地搜索 逮捕到6名詐騙集團的成員 全案現在依照了詐欺組織犯罪嫌 移送法辦 好 這台版的柬埔寨詐騙事件 引發了社會的關注 繼桃園跟中立破獲求職詐騙集團之後 桃園的龜山分局 在日前又接獲了某科大老師報案 表示學生在找工作之後下落不明 警方調查之後發現 新竹的風飛沙幫成員設有重嫌 準備將被害人送到柬埔寨詐騙人區 該犯罪集團得知警方介入偵辦之後 把兩名的被害人 載到了新竹高雄等地丟包 在8號這一天 警方繽紛多路 攻堅掃蕩黑幫堂口的據點 順利救出另外一名被囚禁15天的被害人 同時逮捕主嫌父姓男子在那有9個人 在現場還搜出了零虐被害人用的熱熔膠條 折疊刀等等犯罪工具 全案呢 目前也移送法辦 台版柬埔寨的詐騙虐求案件 現在持續溯源偵辦當中 新北市的警方接連掃蕩逮捕到了查董 還有沙董兩名幹部之後呢 在9號這一天繽紛多路 巡線到了基隆的欺賭逮捕 綽號大姐的30歲的父姓女子 目前已經有32個人涉案了 好 根據了解呢 這名父姓女子在集團當中 她的備份蠻高的 因為就連查董也要叫她大姐 她平常除了面試集團成員之外 還會負責審核 控管 被害人 帳戶等等的文書工作 是這個組織當中很重要的角色 而另外呢 警方也在內湖還有土城居體 毆打下藥以及協助氣勢的兩名男子 並且已經通知了城租淡水中壢兩處的據點的 誠信男子道案說明 目前呢這四個人都已經被移送到了 士林遞檢署附訓當中了 好 剛剛已經告訴過敏了 警方現在還抓到了這名大姐頭 她是父姓女子喔 因為警方已經告訴您了 其實就連查董也要尊稱她為一聲大姐 好 目前為止呢 其實員警已經帶捕到了32個人 其中有21人是積壓禁件當中 我們來幫大家來科普一下下囉 好 水神跟病毒細菌作用之後 會還原變成了水喔 這個換句話說是完全不殘留 也沒有任何的污染 一天你就算使用上千次 也完全都不會刺激皮膚 小朋友 寶貝 兒童 孕婦 完全都可以用 歡迎大家上快點GO 好嗎